民述记第三章 耶和华在西乃山小域摩西的日子 亚伦和摩西的后代如下 亚伦的儿子 长子名叫拿达 还有亚比户 以利亚撒 以他玛 这是亚伦儿子的名字 都是寿高的祭司 是摩西叫他们承接圣旨 供祭司之分的 拿达亚比户 在西乃的旷野向耶和华献反火的时候 就死在耶和华面前了 他们也没有儿子 以利亚撒 以他玛 在他们的父亲亚伦面前 供祭司的职份 耶和华小域摩西说 你是立位之派 进前来 站在祭司亚伦面前 好服侍他 替他和会众 在会幕前守所吩咐的 办理账目的事 又要看守会幕的器具 并守所吩咐以色列人的 办理账目的事 你要将立位人给亚伦和他的儿子 因为他们是从以色列人中选出来给他的 你要嘱咐亚伦和他的儿子 谨守自己祭司的职任 进前来的外人必备致死 耶和华小域摩西说 我从以色列人中拣选了立位人 代替以色列人一切投生的 立位人要归我 因为凡投生的是我的 我在埃及地击杀一切投生的那日 就把以色列中一切投生的 连人代生住都分别为圣归我 他们定要赎我 我是耶和华 耶和华在西乃的旷野 小域摩西说 你要照立位人的宗族家世 赎点他们 凡一个月以外的男子都要赎点 于是摩西照耶和华所吩咐的赎点他们 立位众子的名字是格顺 哥侠米拉利 格顺的儿子按着家世 是利尼士美 哥侠的儿子按着家世 是安兰 以斯哈 西伯伦 乌靴 米拉利的儿子 按着家世 是摩利 母世 这些按着宗族 是立位人的家世 属格顺的 有利尼族 士美族 这是格顺的二族 其中倍数 从一个月以外 所有的男子 共有七千五百名 这格顺的二族 要在帐幕后西边安营 拉伊勒的儿子 以利亚萨 做格顺人宗族的首领 格顺的子孙 在会幕中 所要看守的 就是帐幕和照棚 并照棚的盖 与会幕的门帘 院子的围子和门帘 并一切使用的绳子 属格顺的 有岸兰族 以斯哈族 西伯伦族 乌靴族 这是格顺的诸族 按所有男子的数目 从一个月以外 看守圣所的 共有八千六百名 格顺儿子的诸族 要在帐幕的南边安营 乌靴的儿子 以利沙反 做格顺宗族 家世的首领 他们所要看守的 是约会 桌子 灯台 两座坛 与圣所内 使用的器皿 并帘子 和一切使用之物 祭司亚伦的儿子 以利亚萨 做立位人 众首领的领袖 要监察 那些看守圣所的人 属米拉利的 有魔力族 武士族 这是米拉利的二族 他们被属的 按所有男子的数目 从一个月以外的 共有六千二百名 亚比亥的儿子苏烈 做米拉利二宗族的首领 他们要在帐幕的北边安营 米拉利子孙的职份 是看守帐幕的板 拴 柱子 戴卯的座 和帐幕一切 所使用的器具 院子四围的柱子 戴卯的座 橘子和绳子 在帐幕前东边 向日出之地安营的 是摩西 亚伦 和亚伦的儿子 他们看守圣所 替以色列人 受耶和华所吩咐的 近前来的外人 必被致死 凡被数的立位人 就是摩西 亚伦 照耶和华吩咐所数的 按着家事 从一个月以外的男子 共有二万二千名 耶和华对摩西说 你要从以色列人中 数点一个月以外 反投生的男子 把他们的名字记下 我是耶和华 你要拣选立位人归我 代替以色列人 所有投生的 也取立位人的牲畜 代替以色列 所有投生的牲畜 摩西就照耶和华所吩咐的 把以色列人 投生的都数点了 按人民的数目 从一个月以外 凡投生的男子 共有二万二千二百七十三名 耶和华小裕摩西说 你拣选立位人 代替以色列人 所有投生的 也取立位人的牲畜 代替以色列人的牲畜 立位人要归我 我是耶和华 以色列人中 投生的男子 比立位人多二百七十三个 必当将他们赎出来 你要按人钉 照圣所的平 每人取赎银五赦克勒 把那多余之人的赎银 交给亚伦和他的儿子 于是 摩西从那被立位人 所赎以外的人 取了赎银 从以色列人投生的 索取之银 按圣所的平 有一千三百六十五赦克勒 摩西照耶和华的话 把这赎银给亚伦和他的儿子 正如耶和华所吩咐的 因爲 我希望赎银行 估订阅 我信赎银行 他希望赎银行 在何央他们权取得得到 我信赎银行 忠采